新竹中學有三大鐵條 就是打架 拖鞋作弊 馬上被開除了 大良母校新竹中學校歸 台北市長柯文哲 扑的梗在後頭 他就在學校打架 被開除了 大爆料苗栗縣長候選人中東景 曾經被新竹中學退學 柯文哲八天前才和他合體 最近幾天宛如是中東景的代言人 人家一攻擊 他會把昆魚那董事吃掉 節目上爆料中東景 曾經是昆魚掩埋場董事 引起軒染大波 事隔兩天兩個人隔空對峙 我也是看報紙 我想今天早上中東景 他們會自己出來說明 他們跟昆魚的關係 好像他也不是股東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和柯市長只見過兩次面 從來沒有聊過 昆魚廢棄物園埋場的相關議題 因此柯市長在沒有獲得 正確資訊的情況下 一時口誤 出面澄清打臉柯文哲的說法 中東景最近爭議不斷 還被綠營指控 殺死事業射擊 宣保不實 他反擊對手 發起連署活動 親筆簽下連署書 中東景27號發起 清聯參政連署 要杜絕會選行為 還說要導正選舉風氣 為了選舉 罔顧事實的真相 誤導視聽 令人非常遺憾 不過這也真正凸顯了 目前我的情況是 一藍對三立 難道選民看不出 這是一個作秀的行為嗎 同時他也隱瞞了 很多的犯罪前科 當然最好的話 可以來到證件發表會 來到辯論會 跟大家說清楚 講明白 藍綠公開力邀中東景 參加政見辯論會 在選民面前 一較高下 選戰倒數不到一個月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經紀新聞綜合報導